好那再来看到是俄罗斯的部分 这个俄媒报道 俄罗斯为了苏武器 研制出了第五代的短程导弹 领先了美国五到十年 开发了超级导弹 要来这个配备苏武器的隐形战机 那么在俄军的空军首架 苏武器战机正式的立桩 是俄国的最强五代机 采用式低可探测材料 提高了隐身的性能 采取相控这雷达 可以锁定瞬间这个目标 而且更快的识别敌方 具有极高的抗干扰能力 张军 我先讲苏57这种战机 其实俄罗斯因为他自己本身 经济状况不好 他虽然说研制出来了 但生产的量不多 只有30几家 那对他来讲是当作宝贝 他不轻易出手的 也不轻易出现的 所以一直到现在俄乌战场上面 我们很少几乎没有看过苏57 57在战场上出现过 只有在利比亚 在叙利亚战争之中出现过 那在之后俄乌战争当目前都没有 我想说他不出现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俄罗斯 已经掌握了乌克兰的制空权 他不要把他的押枪表拿出来 因为拿出来有些机密就泄露了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说 他这个飞机万一被击落来讲的话 他的很多的机密资料就已经泄露 而且对他来讲的话 那种明星士气打击都很大 他一个最强的飞机居然也在战场上被击落 所以他现在苏57这种战机没有用过 但在上个礼拜突然出现一个新闻 说基辅被飞弹攻击 然后依据西方去看这个残骸 飞弹的残骸 发现说这种残骸大概这个飞弹的长度 长达六米那么长 而且直径很小 这种飞弹只有一种飞机会装 就是苏57 所以西方认为说苏57这次有出来 那出来的话 他这种飞弹的射程可以到500公里 也就是他不需要飞到乌克兰境内 他就发射了 那这次出来 他不是加入战局的 他们研判 这研判认为说俄罗斯这时候苏57出来 重要的目的是在测试 这个苏57 他到底有多大的战力 因为我们讲他虽然说是第五代战机 但是隐身战机 但是他跟F22跟F35 甚至于跟中共的歼20来比 他们来比这雷达的探测的能力来讲的话 他隐身效果是最差的 所以他虽然说号称五代隐身战机 但是他隐身效果是最差的 所以他不会轻易到战场上来使用 那这次他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测试 我在多远的距离之下 会不会被这个北约国家的雷达探测到 这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资讯 那这次北约雷达没有探测到他 没有发现到苏57的踪击 代表说他发射的距离 在这个距离之下 是安全的状况之下 这个北约的雷达 找不到他 看不到他 那我想说在未来 第二个就是有可能 他为什么这时候出现 因为我们都知道 乌克兰紧接着下来 如果今年年底 过了今年冬天之后 如果战事还在状况的话 就是美国的F16 很可能会加入战局 那F16如果加入战局 以苏二线在俄罗斯现有的战机 这个不管是苏凯30或苏凯24 这个这些战机 对抗F16来讲的话 还是阿婆谁儿子 真拼 对不对 还是很有拼头 不管说谁输谁赢 可是来讲的话 大概我们只能说四军立敌 那他又可能在这个状况之下 他输57 他又必须要把他王牌打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 我想说会出现这种战机 来做测试 来做他战场上一种测试 是非常有可能 他是因应明年以后 如果F16加入战局来用的 那之所以说第五代的这个 这个短程导弹 目前来讲的话 如果说旧导弹的科技 他是非常有可能的 我们经常看到空军 他们演习 我们包括我们台湾空军 每次这个做秀的时候 都会抛出那种干扰的火焰弹 对不对 其实干扰的火焰弹 其实对这些防空飞弹来讲 只有一种防空飞弹有用 就是响伟蛇飞弹 因为他是追热系统的 你那边有一团火球 我去追那团火球 以为你那个是飞机 喷火出来的引擎 我去打那颗火球 那有用 但现在的飞弹 他加入AI系统以后 他会自动辨别 他影像会辨别 你是飞机还是热焰弹 所以说现在一般的飞机来讲 你要躲过那种 用热焰弹来热干扰弹 来躲过敌人飞弹的可能性 几率就不高了 因为你再怎么样 你飞机飞在快 也没有飞弹跑得快 你飞机弯转的再快 你人会昏迷掉 抗激力你不够 但是飞弹它没有这些问题 所以说俄罗斯研发这种飞弹 在科技上面来讲是有可能 它可以做全方位的打击 它不受 它可以转弯180度 甚至去攻打后面的敌机目标 都有可能 但是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还没有看到 在战场上实战的出现 所以我这边我也不多做评论 但是我觉得说 如果以科技上能力来讲的话 是有可能做得到的 是 好 那另外再来看到呢 这是在路透社 从军事标述发现 印度禁止军用无人机 使用大陆的零组件 防止安全漏洞 不过业者说 这供应电脑 70%的产品都是大陆制 所以转向非大陆管道采购 会大幅的提升成本 这个印度 它现在自认为 自己是军武大国 其实它所有的武器都是拼装型的 包括它自己所谓自制的航空母舰 它的引擎 一个雷达 不是从法国 就是从美国 从这些国家来组装出来 所以这无人机 你再怎么样 不只是印度 我们不要绩效印度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 你如果说要发展无人机 你要避开中国 几乎是不可能 因为中国来讲的话 无人机的专利 它已经到达百分之将近快60了 然后我们台湾只占专利的0.98% 其他有些是日本跟美国的专利 所以它已经有这种专利的状况是这样 你要避开它 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说 印度它要发展军用无人机 因为无人机 我们在俄国战场上发现说 它确实是未来战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新式的一个武器装备 但是如果说你印度 你说要避开它 你去任何一个国家采买 你包括美国你都避开不了 就中国生产的这些生产链技术 你可能都避开不了 所以我觉得印度讲这些话 可能只是暗夜吹口哨 这个自装绅士 那你要做到的话很难 不可能 对对对 那另外再来看到 说到这个大陆部分 日本的东洋经营线上报道 今年第一季度 大陆的汽车出口达到107万辆 高于日本的95.4万辆 预计大陆在今年呢 就会超越日本成为 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在法国的财政基金部长表示 在7月29号防北京喊出了 希望大陆企业到法国 投资电动汽车 电动汽车整个未来趋势 国际人总署表示 用于纯电动车的重要矿物市场规模 去年达到3200亿美元 里的需求扩大 而且呢 重要的矿物市场规模 在五年倍增生产加工 集中在大陆等国 电动车取代引擎车 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一个产业项目 在我们这一代人哦 我们有幸经过三次的一个很重大的工业革命 第一个连带就是什么 就是电脑 iPad这些东西的第一代 第二代的产品是什么 手机 人手一机 第三代就是电动车 中国在第一代的时候 电脑的时候是后花 但是基本上就是没有先制 因为它大部分都做代工的 什么不管是这个红海 或者是和硕 华硕 都是属于这种代工的 没有想形成自己的品牌 跟自己的市场 那手机呢 这个台湾有参加 可是中国有参加 可是中国也出来自己的品牌 就是华为被打压了 中心小米目前还站住了 也站了一席之地 但是没有办法什么呀 领导这个风骚没办法 但是电动车出来了 虽然是马斯克算是国富级的 但是中国的王船普也不差 所以中国也就占有了电动车市场上 一个后发先制的优势 它比特斯拉晚 可是赶得比特斯拉快 所以未来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市场 那它也会成为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经济的支柱 那法国也就讲说 希望中国到法国投资电动车 为什么 因为法国没有电动车 做不出来 所以各国都会有这种情形 它简直就是新的一代的富国神山 那这个也会带动了所有相关产业 比如铝矿 还有链驴 电池产业的一个发展 因为电动车大概 每隔至少八年 就要整个电池要全部换掉 换新的电池 要不然你车只剩下车壳而已 它的心脏 对它的心脏 所以对这样一个新的产业 日本跟不上 那韩国被打趴了 所以韩国人现在对中国心生埋怨 所以老是有一些韩国的媒体 对中国都讲话很酸 日本都输了你美国的两大车厂 福特通用 现在相形见拙见处都可以 那福特也要找中国的电池厂商 宁德时代合作 要不然它打不出来 现在就是GM找韩国来合作 可是我不得不说一下 通用汽车找韩国合作 做出来的电动车 两个字不行 你就是比中国差 因为对于这个电动车比赛的 不只是整部车子的设计 内部的控制等等 重要的是什么 电池 还有控制电池的系统 操作汽车整个系统的 那中国华为介入 用鸿蒙来做 我们只要想想看 因为这个控制汽车 跟控制手机 跟控制电脑一样 第一代电脑最强的是什么 Windows 还有Apple 到第二代手机的时候 Windows不见 Windows本来想要进入手机 不行 但是Apple还继续在手机上发展 那Google突然间中间插进来 搞了个Android 那到了汽车 苹果要搞汽车 现在还没靠它硬着 Google要搞汽车 现在Android系统的汽车也没看到 反正鸿蒙的系统的汽车 开始出来了 因为中国自己的汽车 每一个车厂都写自己的控制系统 这是个不经济的 现在鸿蒙借进来的话 就可能一桶江山 以后这个 华为的鸿蒙系统被这个 美国压着打 手机被压着打 但汽车就可能另外一个景观 可以崛起吗 太阳星全校客废 有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松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